Hello,我是我,又是我,街友一佬,如有一寶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影片,就是關於買二手車要留意的地方 先介紹一下外觀,即是汽車外面要留意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我現在分享的資料,是我過去幾十年的經歷 從初五中,從中伏中,學習到回來的 當然,我買過的二手車,有些是一年兩年生 有很多都是十幾二十年生 即是那些千手車跌到最底的 買回來,多少都是要收拾的 但我買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心中有數 有些我都是和別人車房自己養出來的 即是我雙熟車房,他收了車回來,整理好之後賣給我 都很便宜,一千零二千元也有的,幾百元也有的 但當然,那些車,你不要預先駕駛多久 我通常駕駛那些,駕駛兩年,我就剖的了 不做的了,有什麼問題就不做了 這個就是我過往的經驗 這段影片分享的東西,純粹是個人感覺 如果你覺得有些什麼不夠,或者是什麼不夠真實的話 或者有些可以補足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些和我分享 大家希望可以幫到一些新移民,或者是新手車主 讓他們不要走路,不要這麼崎嶇 因為車是在加拿大必須的,基本上你很難離開車單 也有很多原因,是不可能一次過,一開始就買新車 希望跟著這段影片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對的,就希望大家like,share 還有,留言一下有什麼想知道的,或者有需要更正的 留言一下,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多謝大家 首先呢,這部車呢 先來講一聲,這部車我一手新車全買的 就在2016年的 這部車就是 原廠,這個原廠的Sticker 有引擎號碼,這些 全部都是,其實不是新產品來的 車款,很多設計都是很舊的 就是用舊的傳統車帶 因為,Toyota有名的就是,那些引擎用幾十年 用幾十萬公里的 現在我看的時候,先教我看一看外巷 一定可以出車後過去看看 但是,有幾樣東西很重要的就是 當你看到車的時候 為旁邊看的時候 所有隔縫 這些隔縫 你要大約幾多 要大約幾多 要大約幾多 就是要對稱的兩邊 如果兩邊不對稱 即是說這個東西已經動過了 那就大家 知你心中外數了 簡單來說一句例子 這條邊 和 這條邊明顯分別 對稱平平 還有你呢 打橫地看過去 會不會 會不會有些起波浪的情況出現 如果起波浪的情況出現 就明顯那邊已經是 維修過 做過Bodywork 嚴不嚴重呢 不敢說 可能好像意思 插花一下 挖花了數分 另外一件事 就是看所有玻璃 是不是原廠玻璃 原廠玻璃的話 即是換過機會少 即是他真的換過的 他用原廠也是一個好事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你買的車 一定要扣魚片單 對稱不只是 所有隔房對稱 所有這些 你看看 有沒有看點位 OK 最好是拉到底 但底比較難看些 要塗很多東西 加拿大比較少泡水車 即是浸水車 因為通常浸水的機會 車行都不收 現在加拿大車太多了 根本不需要做泡水 你看看看點的對稱位 即是兩邊的對稱位 只要看A柱 B柱 C柱 C柱 如果這位做過 焊碟 焊碟有問題 做過做工業的 只要是炒很嚴重 很嚴重 你看到這些 顏色 諾芝柱的 厚色的厚色 是原廠做過放手的 所以 它是 有原廠放手的厚色 C柱的C柱 C柱的C柱 和Owners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都很固滑 這兩手車 車上也很固滑 很多古人都怪不得出 看完之後 車輪 看過來車輪 除了看年份 軚紋 你要看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跟那邊對不對稱 就是這個距離 如果車輪的距離不對稱 很明顯 這個屋有問題 三個子 差不多 如果是有撞過 有可能會有其他問題 有一點瘦 剛好有一點瘦 我看看要不要聊天 放手 基本上 你見到 有些 Stick架 這個Stick架是送給我的 防被人偷車 拆車件 之後 人們拿汽車連接拆件去賣 如果被人偷了拆件的話 也會追回消息費 其他 要看的是 螺絲位 螺絲位 即是這些螺絲位 螺絲位 如果動過 螺絲全部沒有一個 動過 螺絲的邊 就會有少許崩 或者是 顏色 脫色之類 尤其是這些 噴了防塑油的 更加容易拍 一定會脫油 全部原裝未動過 就是這樣 接著就要看一下 它的 日子 窗碗 原廠的標記 在這裡 原廠的窗就是漂亮很多的 波尼厚很多 而且 甲層比較漂亮的 車身 摸一下它 有沒有一些不平衡 你看到有些流水印 這個車沒做過 所以你看不到 但是摸下去 是滑的 順滑的 OK 這就是最基本的 看 那些 那些 還有什麼看呢 車頭 我一陣子看車殼 車子燈 兩邊對不對稱 你看看 這個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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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邊那張 這張 對不對 因為如果 拆過 用副廠鍵 或者一些 这些增益部分,有数字写进去 旁边有些不自画的 有些脈颈画在这里 经验这件是副厂件 现在拆车的时候,它写了数字 所以用副厂件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要留意一下 看看这些螺丝位有没有移过 所有的螺丝位 还有试一下 这个数字 这个 这个 原厂的4个火锤线是4个不同的 这个是未拆过的原厂 两个灰两个黑 如果有些颜色不对路 这些很怪的,不会以为是假的 看看这些位置 多不多 脊游积 这些是正常的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那些 你入脊游时 彈出来的 或者之类的 滴滴开的那些 那些 你看到哪些 这些胶位 这些滑位 是原厂正常的 动过就会有不同的 所有螺丝位 它动过在哪些位置 这些胶位 也会有很多 就不会有什么情况 这个是原厂胶 胶位 看 一定有些胶位 因为 这样 基本上 就看这些 还有你看 這個解油,我經常都差不多要換 解油的量,以冷車來說,這是正常的 冷將米熱的時候,在第一點和第二點之間 為什麼不是一雙手頂呢?不是的,因為一雙手頂一熱之後,膨脹就會高到你高的點 高的點有什麼後果呢?就是解油過多,Compression的壓力太大 會導致PCV valve失散解油 所以一般來說,尤其是現在新的車,原廠推薦是0.20 VVTI的引擎,它全部都是用一些比較稀的機油 為什麼呢?因為它要有活動性 所以它要用一些稀的機油 現在新的2.5CM用的是0.16 那些機油就一定要用0.16 否則它在演頂那一套,它有很多小的孔孔孔 就被解油幫上來 即是運送解油的 那些孔呢,如果解油太極,上不了 上不了,上面夠解油就會 所以它會拉缸,所謂的拉缸 拉缸就燒到車盤,拉缸頂 所以它會說是散缸邊,它會有聲音 這部車基本上是正常的使用 都沒有什麼特別去處理過 一般來說都是做的,基本維修保養 這部車已經五年多了 原則上,我不知道那些是瘦還是怎樣 似是瘦,不如在這裡 快去研究一下 這個我要看看 水箱蝦 我今年應該做什麼時候 我要去看看,做防瘦保養時候 因為我這部車廠防瘦每年都要做一次檢查 那我就回去再談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它要再和我做一個防瘦 噴噴底厚上去,清潔瘦殖 應該就不會是瘦殖來的 就像這些一樣,這些就不是瘦殖來的 是油漬污漬來的 這些它不是瘦殖來的,是污漬來的 噴了防瘦的一些污漬來的 為什麼我選擇原廠防瘦呢? 據我所知,原廠防瘦底厚 是最後最穩陣的 我見過很多原廠防瘦 做了原廠防瘦車 身體是比較短的 其他就沒有那麼,就是很多時候會 在某些位置,死鬼就靠出來 這些瘦這邊 身體你看到呢,很多時候有些 小花小城 只要它不是太大,太嚴重也沒有問題 你摸一下有沒有bubble 有沒有起泡 起泡通常是死鬼 就是這些位置 窗邊位置 六邊位置,尾邊這些位置 你看幾個問題 為何這個離開了呢? 因為我暗過 泡把被暗過 所以走出來 這些呢 還有這個位置 為什麼會鬆我那邊呢? 因為我被泡把 暗過一夜 就是天冷下雪的時候 看不到 即是雪蓋蓋了屁股 看不到 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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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趴回去 所以現在離開了 其他原因就是 經常這輛車是沒有損傷的 這些小小花痕 就是因為 開門撞到的 撞到那麼長 車房那麼長 坐回去 不懷疑 不懷疑 就掉油 已經點了 用那些特殊病點了 但是還是有些 很狠 因為我自己太懶了 不肯做 沒有做那些磨砂 就是打磨 打磨 然後再 吸引它 做這些很浪費工夫 做這些 很浪費時間 我打算自己駕駛 我就駕駛了又把我小部的營喝 待能不能駕駛了 現在已經駕駛了 但我可以去bar 我們和大家分享,但以簡車的學來講,先解釋基本要看的東西 綠,邊,看這位,這個裙邊,可以給大家看,那邊和旁邊有分別 看都不對稱,為甚麼原因呢,這個位置是不對稱的 為甚麼呢,因為有某一次,天冷落雪的時候 所以這些車,其實你不應該用這些,浪一浪的裙邊,彈出來 這些東西就很會發酷,其實就是這些裙邊,幾個Clip,Clip下去 一下子泡下去,這樣就是了,就這樣簡單,都不用維修了 會不會應該的車,不會,因為這是膠來的,你會不會生手 總之是它沒有直接走到金屬,金屬不爛,它就不會有事 就是不甩油,不成就不會有事 你看一下,輪胎 你要猜測,輪胎是甚麼年份,和車的年份相不相對 如果現在車五年來講,這是原廠輪胎來的 其實這輪胎就應該夠期了 那你五年,五年多,五年半左右 車五年半左右,這輪胎就夠期了 這輪胎就夠期了,這輪胎就夠期了 明年要換胎了,但如果它沒有換過 或者它換了,都會走得很厲害 那就要考慮一下,它的勁數是否真的 確實我的勁數 因為我現在八萬多,九萬 正常是拿另一輪胎的 因為我有兩輪胎,天冷和雪胎 所以行車的車輪胎就沒有那麼傷 但一般來說六年,車輪胎都夠期了 我都要,輪胎本身的輪胎 那輪胎都夠了,我要換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主要這些基本的東西,你先看外殼 至於引擎,其他怎樣行量的車問題 我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到此為止